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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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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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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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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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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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就要看天使隊能不能夠把戰局延長 然後炎魏九字這個同手位是還蠻喜歡的 對 就是那時候很瘋他跟 他跟松阪 他跟松阪是那個時代的那個 算是戰將這樣 然後現在是比較喜歡打比丘 不是炎魏九字在PBO裡面他的球種可以說是非常的差 而且他升級類型的球種是AS值差 就比較不吃香 他潛力也沒有很好 對 所以使用他完全就是因為四個字炎魏九字 然後他老兵天氣對老兵天氣也沒有調整 然後他這張會給六等應該就是完全很喜歡這個選手 應該是這個關係啦 像老闆有沒有比較喜歡哪個選手 就特別給他六等什麼 還是卡爾頓 卡爾頓一定要七等 對 對 特別喜歡哪個選手 應該是說 每一個 應該說你組的隊伍 每一位都希望讓他變得很強啦 嗯 並沒有說針對哪一個選手 就是說只要有出新卡 你就是要把他六等 黑卡就是要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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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新卡浮進來就是要六等這樣 才能上場 對 這算一個基本款 所以說老闆在這邊呼籲大家的意思 偷消費 不是不是不是我們是屬於 是你的堅持 我們是屬於 看陣容看爽型的 那有些人是屬於技巧型的 那所以呢 每個人玩遊戲都有自己不同的一個 感覺啦對不對 感覺跟看法想法 其實就我知道 其實全民打棒球的帳號 應該有一些幾乎都是全七等 但是 並沒有去參加所謂的比賽 比賽 對就我了解 有蠻多那種隱藏的 超強的七等的一些帳號 這邊一個石頭 球直接朝打死 哎呀 做了一個不死的三陣 對阿對天的 布萊爾沒有辦法把這球 直接去補手手套裡面 因為像這種球阿 你補手對天其實是可以把 他是不會有必死三陣的 對 然後 隨手對這邊的第一棒 林木伊朗 他雖然是有觸擊大師 他是寫說不會產生飛球 但是 還是會產生飛球 對阿 補手還是可以做一個撲接的一個 動作這樣 好哈倫齁 看到他有一個是 特殊球種 哈倫卡特 這很少見 很少見很少見 那隨手隊並沒有天的分數 現在二局進入到天使隊 他的晴天的打線阿 對我覺得天使隊可以在這邊 這麼把握幾個 因為原尾九這下的球 至於說 你近框還要去做一個猜測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一近框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這球是 要怎麼去打 這樣 對 看能不能在原尾九是 在下去之前先堆幾個包子上 或是先 這一球推著了一個界外全力打 出棒稍微快了一點點 對 出棒稍微快了 好現在是三類手 Gloss 是 騎成一個三臉方向的滾地球 傳一臉奧奧奧奧奧奧奧 看到大順風 大家都很想打 可是呢 偏偏都打不好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 常常會這樣子 大順風會覺得說 育手 猶回九字 你應該要下場了吧 可是他就一直撐你就會 有時會覺得說你這想法是為什麼大順封了然後還不換頭 欸這球 這球一雞肉跑了很長的距離做個鋪切 結果沒有想到吃土啦 這球漏掉了林木一郎失誤了 人老了就是要退啦 這在講我啦 在這邊林木一郎能不能砸死的把這球接得下來 OK沒有問題啦貼著牆接殺了這一球 好現在轉成了一個正向中外野的一個順風7啊 對風越吹越大了 有點小小的主場優勢 因為剛才是有點 本來板然後往右邊吹風 江澤邊是 這一球哥魯茲抓準了一個外角的 H球推成了右半邊的圈內打 把球送給了觀眾 1比0 隨手隊 全壘打王克魯茲這時候開跑啦 所以說他把克魯茲放在DH 在這邊也展現出 克魯茲也展現他的價值啦 幫隨手隊再 添下一分 通常這個外角的取球 做推打 形成全壘打的機率好像 特別特別高喔 呃其實 就是 要看那個啦 Timing還是要看Timing 對阿對阿對阿 而且 如果像 推打 風如果他那邊是逆風的話 這時候可能就要往 其他方向去打 對對對 那像 這種大順風加 正風加7的風的話 我覺得Timing準就有可能出去 即使是你剛換上的投手 第一球球位 沒對框 你Timing準的話 其實 還是會直接紅出去 好 現在輪到的是 成島劍師 打奇形了 06年 成島劍師還在隨手隊 對 哇 這一球又是一個 滑球又推出去啦 大槓 隨手隊 對 這個滑球應該是做了一道A推阿 是 隨手隊 其實剛才賽前就有講到 我剛才有 遇過 然後 打過 就是對他比較有印象 然後他打擊 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他這次應該也有爆全國單人賽 不過是應該是在中區阿 對中滿區 然後呢用隨手隊來出賽 MLB組 所以呢 要遇到他的 可以稍微小心一點 好這時候 紅卡的韋恩 又推成了一個 左半邊的 落地安打了 一人出局站上一壘 我覺得這 就是 現在換頭有一點 時機有點太慢了 換頭時機其實沒有抓很好 然後 你換上 剛換上來的投手 又是黃卡等級的話 有一點會讓 隨手這邊會打出信心 那把分數拉開的話 其實 就 這個 這樣比賽其實就很難去追回來了 對 好 李大豪這邊打到中間方向 被接殺了 兩人出局 一連有跑者 輪迴到水手隊 第一棒 一級囉 一級囉 剛才前面有一個失誤阿 看在這邊 看在這邊 能不能夠 將功贖罪 雖然剛才那個失誤是沒有造成失分阿 對 好 來到了三局天氣轉的陰天 轉成陰天的話我覺得對水手隊這邊優勢就越來越大 因為我炎尾九次前面兩局都客天的情況下都穩定了吧 局數給吃了下來 那是這邊 哎呦 這個跳街準阿 對 就是一個 那個 七星級的手臂 七星級手臂 非常漂亮 好這個甘乃也敵二壘手 推成左半邊 但是呢 不夠深遠 被左愛手接殺了 接下來輪到水 第一棒 開始打起來了齁 楚勞特 天氣也對到 看這邊天使他打擊好像就有點急了 有點像 剛剛的第一場比賽 他開框的位置在2468 啊鎖框的位置現在也在2468 就是變成說 其實他感覺對今天的timing是有一點 自己對自己的台名有點沒有那麼有信心 才會去用這種 用摸的方式去看能不能先碰到球再說 對 我是這樣認為 鎖定了 本來是鎖定一角啦 變成說 去鎖定了兩角了 對對對 一角兩角三角形 四角五角六角形 呃對不起有點冷 我等一下 我覺得等一下聊天室應該 怒刷一波霸氣 哈哈哈哈 齁齁齁這邊 推起來不夠深遠 ERROR集成了右半邊 飛球被接殺了 一人出局 好現在場上打擊的是小葛瑞飛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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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使隊的節奏真的是還蠻快 就是 你一投出來就是直接好球的話 那水手隊的timing一定不會太差 就好像 這種感覺就好像沒有在比賽 就好像我跟老闆在練習 然後就跟老闆說 我要丟好球進來 其實就不用去做選球動作的話 這樣子對天使是比較不利 因為這樣分數拉開 你要再追 如果後面又逆風 或是有一點運氣的一些落差的話 就會洩了氣 沒錯 就好像是我在打單人賽的時候 第二場比賽我就是這樣子 已經不知道該投哪裡了 洩了氣了 對 沒有氣勢 因為整個腦袋都是空的 天使隊這邊耐心可能要 就是要 再細心一點 因為看得出來 現在天使隊他的打擊 跟投球都看得出來 他有一點 急著想先搶回一分 對 心態的話 可能就會被水手隊這邊摸著鼻子走 喔 但是這個timing 也二絲達德 非常的厲害 推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先搶回來一分拉 棒打炎味九字 這其實是個壞球 對 這其實是壞球 不過他推打的這個 技巧 非常非常棒啊 剛好推到一個 順風的位置 45度角 好 所以BOSS水手隊在這個時候把炎味九字換下去啦 換成是 01年的查爾盾 一腳兩腳三腳 小哥沒有辦法再幫助水手隊 拔下這一局的最後一個出局數吧 四腳五腳六腳半 七腳八腳手插腰 九腳十腳打電話 喂喂喂 老闆在家嗎 不再不再去買菜 買什麼菜 真的有人回了 好 是 是局 這時候水手隊 第一棒上來天氣又對到啦 順風7 Eno Martinez 西雅圖先生 這兩場比賽啦 因為 水手隊的弱點就是在於說 沉倒劍屍 那 大順風的輕功下 天使隊當然是很想要直接用一棒去 再把 比速堆比 就是最快的方法 可是我覺得可以先堆跑著 然後再去 再次用盜雷破壞他沉倒劍屍 這樣子 這樣子得噴機率也蠻高的 因為 沒有錯 對對對 不要看到大順風就一直鎖 沒有錯 要先了解 對方的陣容的弱點在哪裡 但是這一球 直接中間方向 沉倒劍屍 剛剛你說他弱 他現在急出 全壘打 打臉 兩分蛋 不過這個KRA投的位置就比較 就是有在商榷啦 因為這球是一個外角低 應該 應該KRA有看比賽 或是有看 看俱樂部大賽的人就知道 其實KRA是不能丟外角低的滑球 哇 這個一定要記住 但是他偏偏就是丟了一個外角低啦 那時候就變成告嘎低 兩分蛋 目前水手隊把比數拉開了 變成了4比1的領先 這張KRA的防禦率27.0 看起來像是一張新卡 對 新卡 哇 這邊 你打得做非常的扎實啊 水手隊 這邊 我彩命又是非常的 一幕一郎 集成中間方向飛球 被接殺了 做個勸舉 五局上半 又融為到的是天使隊的進攻啦 從他的後段棒次 七八九棒開始 水手隊在這時候換上的是 12年的 懷爾門森 這張紅卡有金碧人 對 然後他這個 倒兵檢驗室 Duck K 我剛才有 就是 比賽結束之後 有看到天使說他要去保管箱拿卡片 是拿 因為他DH也沒換 我是以為說 他可能覺得說 剛才那場比賽的牛鵝 他DH 幾秒 沒有吃耳朵 那沒換是正確的 對 因為我以為說他要 他要是把 他要把 牛鵝再多塞一張紅卡 對 其實有點聽不懂 就是 就是 剛剛DH 他不是有吃紅卡嗎 對 我以為是說 他前面被打分數太多 然後他第二場是想要變說 他 把那一張 紅卡 換成就是 在牛鵝那邊 對 啊我剛看了一下 就是BASS 對 我原本以為不是BASS 對 好剛剛一個 拳力打強的 上面的飛球被接殺了 好那這邊的一個山陣 在 局上半天使隊 無攻而反 現在來到5局下半 又是對水手來 對來講 又是一個 非常好強奔的機會 有 有你的訪客 有你的訪客 我訪客 有 有 外找外找 你自己看 嗨 依依你好 嗨 依依你好 嗨 依依你好 我是KHJ 關你屁事 奇怪 你們 你們怎麼都那麼喜歡依依啊 柔依啦 不是依依 柔依啦 其實柔依他 柔依他不是一個實況主 柔依他沒有在開實況 他沒有在開實況 那你怎麼去指導 他是 他是 算是 有點算經紀人的感覺啦 對就是他 目前 就是一些工商 如果有要 有要 就是找實況主工商 目前都是 有他當窗口去討 對 所以 別人說 他目前 有好幾個實況主的 管理 粉絲專業的管理員 所以你有時候 你看到 很多一些 開實況的人 其實發文都不是他本人 都是 他的管理員幫他發的 喔 像老闆這種 等級的 可能就是 管理員 不是 我都是自己發的 管理員都沒事幹 沒有啦 我們管理員 其實現在我的 我們算 小編啦 目前大概有 位吧 那每一位都是 就是負責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啦 有些人 對 有些人會自己寫文章啊 有一些是 有一些就是 會 修圖啊 幫你修圖嗎 對不對 對啊 幫我修圖 修 修很好笑的圖 這樣 那老闆 想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比賽播了這麼久 就在先聊一下 老闆你有沒有覺得 在BBO有沒有 什麼事情沒有做到的 那種遺憾 就感覺有 在BBO然後沒有達成的 那種遺憾 因為我像 像你現在實況 這麼多人在看 其實 大家都已經都知道說 老闆是 BBO應該是最有名的 不管是實況主還是玩家 對 還沒有 還沒有什麼 除了這個之外的一些 遺憾還沒有達成 其實也 其實也 我在這邊也要講 就是說 其實也不是 什麼 最有 最有名 因為 實際上 根本不是個 咖啦 只是說 只是說 因為 開的時間比較 比較久 玩的比較久 那 相對的好像就是 其實這個也不叫什麼 因為我們也不是在追求什麼 什麼名聲 因為 這個台藝關就什麼都沒有 對 那 我的想法其實就是 很單純 就是 應該怎麼說 就是 愛放的球 對 大家交朋友 那 當然也 因為 時間開了久 那 可能大家也 比較 賞臉 那 所以變成說 欸 看的人數會一個拉一個啦 那 或者是說 有些人看 LOL啦 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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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一球接不到了 最後一個球 全力打 隨手隊 才添一分 啊 這個打擊還是有差 所以你說 沒有完成的遺憾 當然 以前 以前 大家 都會 講說 啊 我要畢業啦 比如說 我抽到紫卡 比如說 我 我可能 什麼 三十抽 開到紫卡 我個人的話是 三十抽 還沒有抽到紫卡過 然後 我也還沒有抽到黑卡 那 我有在 黃金寶箱開過紫卡 也有在 那個 四十萬 蛙幣 那個叫什麼 就是 白金包 白金包 我有開過一張紫卡 啊 你說 因為每個的目標不太一樣 那有些玩家就是 啊 我開到紫卡 我就畢業 他就是 小確信 那他的目標就設定在這邊 那 如果你今天問我說 以實況主的目標來講 其實 其實本來設定是 達到一千人手感 就差不多可以退休 那可是 最近好像不是有突破一千八百的 對啊 但是 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 開始有了訂閱功能 那就會有 有 等於說我們講 乾爹啦 吼 股東啊 那些 他們訂閱下去 如果你不開台 其實你會感覺 對不起他們 對對對 對不對 所以會變成說 你 因為他們支持你 所以你會 一直持續的開台 這樣子 那種動力 那種 那是算是一個動力 這 這其實也算是 Twitch這個平台 他 他等於說 有點算 綁住 或 互動 增加實況主 跟他的粉絲的一個互動 那你說 有什麼沒有達到的 還是你不要聊 那麼沉重的話 你來聊聊那個 WBC名單 WBC名單 就是 好像跟前幾年都一樣 還差蠻多的 這次也蠻多 蠻多新人的 你有看 有 我知道捕手應該有點弱 方克偉嗎 還是 還有誰啊 我忘記了 因為這次小方就 小方就沒有辦法去打 我覺得捕手是非常弱 反觀WBC 各國看到我們的名單 大概就都通道雷了 好 應該看到那個打擊率會 會嚇到吧 對啊 看到捕手打擊率會嚇到 哇 這一球 一個白框 淋木一郎 打擊型的選手在這個時候 又擊出一發 拳雷打了 來到6比1 七局下半 哦 這分數完全是有點 被拉開了 從Kera上來那時候 感覺開始就是一個 分水嶺 對 其實你剛提到說有什麼 沒有達成的 其實我認為啦 所有的比賽來講 如果你今天你是 有選手的這個 曾經有 出賽過選手身份 多少都是希望拿 可以拿個冠軍嗎 對對對 不管是 不管是在 團體或是 你說是某一個 某 某一個區 區域賽事 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有打甲祖 那最好成績就是 該 該場次的亞軍 晉級 就是一周的那個 走他 對對對 周 周亞軍 對對對 對啊 所以 其實打到現在還沒冠軍過 當然 這個跟實力有關 可是 你說 沒有老闆 老闆 你真的不要那樣 那樣講 那時候我 那時候在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卡片比較爛 然後等級也比較 就是 就是技術也比較差 我是看你玩的 我是看你跟哪裡有個 打甲祖的影片 我是 在看你們 甲祖的影片去研究 然後你以前叫 裴詠俊 所以你是幾年 開始玩全民打棒球 應該是說 還蠻早 07年的時候就有在玩了 07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就有在玩了 可是沒有玩那麼近 然後之後玩比較近的時候 才去參加甲祖 然後 那時候甲祖就是 禮拜一禮拜二吧 對啊 我記得了好久以前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大學生 大學生的時候 可能下課就馬上去 就要準備去網咖 然後去準備比賽 這樣子 然後 去網咖這段途中啊 是可能坐車或什麼之類 就會看 老闆的影片 就是看你們打比賽的影片 這樣 去學 這樣 真的喔 真的真的真的 就以前 這不胡爛的 對對對 你以前叫裴詠俊啊 現在也可以算 現在叫裴錢貨 裴錢貨是那隻黑卡 黑卡偷手吧 對對對 是的 呵呵 喔 所以後來 你那時候就參加 就加入到紫青嘛 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 後來就是 後來好像 有一次好像 就是跟黃小熊他們打 打那場比賽吧 然後就 很興奮的大叫 然後就被 老闆注意到了 那時候好像是 第一次就是跟你 有 講話 還是聊天 第一次 第一次 啊 真的 那我講 那我講什麼 我忘記了 你好像過來說 發生什麼事情 還什麼 怎麼叫那麼大聲 或什麼 你就是好奇的心態 對對對 然後我好像跟你說 喔沒有 就打 就是 再見全力打 那時候 那時候老闆 你就是已經是 非常勇 有嗎 沒有吧 有啦 真的 那時候就已經非常勇 所以 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 四零的 四零的時候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你坐在 那個 玻璃進來的 第一排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那一次 所以你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變強 還是那時候 不是變強 就是慢慢開始比較 專 就是比較研究這個遊戲 就是該怎麼打 然後怎麼打 所以就是 比較 打得出 就是怎麼去練會比較好 那其實這個遊戲 被家族取消也是因為 就是比較運氣 對對對 對阿 因為後來就 我覺得也是金 錢的問題啦 這個都是 那現在那個 台灣 電競聯盟也解散啦 對阿 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就只有 官方自己辦了 是 那官方不辦就 就 就 玩家自己辦 對 最後就老闆辦 這個 老闆杯 這樣 好 水卓隊 就 7比1 最後 2連勝 奪下了全民世界盃的一個 器軍 然後 電軍就是天使隊 那當然 這兩隊的話 其實差別就是在一個獎項 那 這個天使隊沒有辦法得到 全民世界盃的一個專屬的一個 金屬鑰匙圈 然後 水手隊的部分就有 VR的一個眼鏡 那天使隊只有 隨機者 只卡一張了 開始 所以那個 可以在嗎 還在 那我們再來聊一聊吧 聊一聊 我好像是第一次邀請你當賽評 對啊 真的很開心 因為老闆台真的是 所有BBO裡面 實況台最多的觀看 而且老闆又 很好笑 大家要多支持老闆 可是其實我不是定義在好笑欸 我不是走諧星的路線 我其實一開始是想走偶像的路線 我知道 你那時候就是我記得 印象好像有一場比賽 你跟拿鐵哥 然後你們亞軍輸亞軍 那場比賽是遇到小橘子跟那個誰吧 那個叫什麼的 小橘子跟橫絲吧 是是是對對對 那我真的有在看對不對 真的有在看對不對 真的有在看 騙你的 沒有錯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歷屆的全民打棒球的一些冠軍嗎 歷屆的冠軍 高手知不知道 高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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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BBO裡面我最喜歡 然後也是最想要也是 以他為目標的人 就是 恰恰卡布拉 對 恰恰卡布拉 對 對對對 那恰恰卡布拉之前 在那時候Squat很強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叫做 瘋狂盜雷者 瘋狂盜雷者 跟恰恰卡布拉還有小橘子 應該是那個世代就是 真的是 三個 三個最強的 不過 那時候最喜歡的是 恰恰卡布拉 就覺得他 長得好帥 然後又會打球這樣 就打 戴個眼鏡 然後蠻斯文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都 哇這已經是 五六年前的事情 五六年前的事情 然後 我自己還蠻好笑的 因為我那時候 就是我還在仔細的時候 那一 好像 我跟恰恰卡布拉聊到 就說 嗯 希望你可以幫我加油 然後 下禮拜要打最後 俱樂部冠軍 就是可能 就是最後幾強賽了 對對對 然後他又跟我說 就加油這樣 然後後面就是 紫星就真的 就冠軍了 然後就 很開心 就是被自己的偶像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恰恰卡布拉真的是 自己的偶像 對對對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 都沒有事情幹了 每天完全沒打網球 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現在當然就比較不同 現在就比較 要忙工作 現在其實也蠻多大學生 也是在玩 我看有些人就是 呃 我是聽說就是 有那種所謂的術網嘛 術射 啊可能一排就大概四五個這樣 啊就是 有有有有 我們團也蠻多 也會這樣子 對我們團就是有一些大學生 就是最近比較瘋 可是他們都會跟我抱怨 像這一次辣椒的 賽事的問題 對 這一次你說單人賽是不是 對然後我有去問裁判長 然後裁判長就說 其實這一次是因為 對因為前面幾名的獎項是還蠻豐富的 是 所以說他就是沒有辦法開放一些 可能不是自己帳號的人 幫我們這樣子 對 喔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對 他因為這次我是聽說 反正獎項是有送去韓國嘛 對對對 然後在現場他有提到就是說 好像會舉辦台灣過去的玩家 跟韓國那邊的玩家 做一個交流賽 然後好像也會去參加 參觀啦 參觀那個 全民打棒球公司原廠 叫Annie Park 所以 那真的是能 那真的 那真的 這一趟真的是 如果可以去玩家真的是 對阿 非常幸運 算 應該算是全民打棒球幾年 九年還是十年對不對 對對對 第一次有去韓國 之前 好像都 都沒有玩家去過韓國原廠 之前好像就是 那個 黑白打那一次邀請那個韓國選手過來這樣 對 那次獎金也豐富了 那次好像十萬塊吧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時候那次獎金也是還蠻豐富的 所以 所以你 你在北俄區有晉級嗎 有 有有有有 對 運氣比較好啦 運氣比較好有晉級這樣 對 所以你有機會去韓國 呃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 運氣運氣運氣的 沒有一定 對阿 加油啦齁 希望你 這個 32強第一戰就抽到 那個 勇士隊齁 哈哈哈哈哈哈 抽到我的好朋友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那個也是 宇翔嘛也很強阿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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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 因為你是MLB啦 所以不過 對對對 我覺得如果這樣看起來MLB強的 當然他是一個高手 對阿 還有 MLB還有幾個比較強的嗎 我想一下 呃 因為現在還沒全部打完啦 對阿 我是說 我是說以北一北二打完之後 你 因為你當場都有去嘛 好 是 對你覺得 除了 勇士隊 跟你啦齁 這兩個我們不提出來 其他的 覺得 近八強的 近三十二強 你覺得 那邊哪一個是 感覺蠻厲害的 可以 可以講 印象深刻的嗎 OK阿可以阿 對阿 因為我覺得厲害的 其實晉級就是 就是厲害 對 印象很深刻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我打拆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我不厲害 哈哈哈哈 我意思是說 晉級就好像是那個 什麼金曲想要金總長 就是 你有入圍 就是 就是很厲害了 而且你會收到簡訊 對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很多 就是有收到簡訊 就把那簡訊貼出來 然後稍微臭屁一下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對阿 我比較 我比較印象深刻是 北一區的那個 豪華騙人鄉 對阿 他玩洋雞隊 他玩洋雞隊 對 他是 他 我了解 他應該是AC球團的 對 AC球團的 然後他 那時候 擊倒了我們團的一個 廢物 射手 最後好像是 十局 還是十一局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在實況他們的比賽 對 對 然後他就是好像被 十一局上半 擊出一個 全力打 然後最後是 二比一 輸掉了 因為他也有遇到我們團的那個 尾 對 是 所以說就是 而且他那一場不再也是打延長賽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之前沒有看過那個 豪華騙人鄉 這位選手 沒有看過他 就覺得說 他第一次打 就能夠 打到 那個 最後的晉級 決賽 我就覺得 很厲害這樣 了解 可能要特別注意他 這樣 好 那希望你可以 順利的到韓國去 齁 希望 好吧 如果沒有去的話 就自己買機票 哈哈 哈哈 跟團嗎 跟團 哈哈哈 好吧 KJ謝謝你齁 謝謝老闆 祝你有好成績 好 大家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